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请我了 说他们那边是老年只有冷餐会 你说你这岁数这点不合适 哇 这么多好吃的 转转点 转转点 这个呀是那边的 你面这边的菜已经赏气了 我们这边就那些呀 你可真偏心 应该不是偏心 应该约约约就这么点欠 应该还借给他十块钱呢 我想去那边的那个冷餐会看看 再说人家也请我了 不去不礼貌 我先去了啊 人家也请我了 我也想去看看 老年只有派人吗 我您教啊 我您教 人家 人家虽然没请我 我也去看看 约约 你不去吗 都给我回来 嘿 怎么回来 这个想跟我斗 没门 我是什么人呢 我什么没有见过 我走的巧 比他走的路都多 我吃过的饭 比他吃过的盐都多 这也是废话 我吃过的盐 比他吃过的饭都多 爷爷 你吃了这么些盐 你也不怕鲜肉 我这就是形容啊 我的岁数比他大 这还有形容吗 你不管替他大 你替他爸都大 要不他能管你叫爷爷 看来还是小贵的眼光敏锐啊 小贵啊 你在今天这个冷餐会的问题上 表现得不错嘛 争取了大多数 孤立了极少数 我不会忘记你的啊 媛媛好容易搞这么个冷餐会 还是让你给破坏了 这个不奇怪 他没有经济基础嘛 说起来呀 小孩子也真够可怜的 什么他还可怜 我告诉你 对敌人的怜悯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媛媛能算敌人吗 他刚十二岁啊 十二岁怎么了 儿童团圆王二小 十二岁就已经光荣牺牲了 这个许我们有儿童团 难道就不许敌人有少年犯吗 那媛媛能算敌人吗 怎么不能啊 至少我们现在是处于敌对状态嘛 分清敌我有 他就算敌人你就算朋友啊 我分析的不对吗 爷爷分析的对 哎回来 从今天起 您还要密切监视圆圆的动向啊 有什么情况就及时向我报告啊 你现在就好比做当年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统治啊 爷爷 这还可做不来 做不来可以慢慢学嘛 谁也不是天生的地下党啊 走 我看着吃第六号冰淇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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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有 edge 走 是 我戴手 你肯定有 nel 魷神谈作 comprehensive 走 是 你身族继突 像火山一样一出几发 媛媛 你别跟她这么怼力 她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六十多岁怎么了 八十多岁 杀了人也得枪毙 她破坏我的冷三会 用稀奇古怪的方法来气我 这样惹极了我 我大一灭亲 告诉她 本小姐不是好惹的 你们一甲子都不好惹 就能好弱心了吧 媛媛 来求你了 看在案的份上 你就绕了爷爷吧 我本来打算一万年不理她 看在你的面子上 剪一千年 九千年以后我再理她 九千年以后 这不敢没说一样呢 媛媛 算来求你还不行吗 哦 又求我了 那就再剪一千年 啊 小瓜阿姨 你这面子可不小 一剪就是两千年 不能再剪了 这有啥用啊 媛媛 你应该躲想想 爷爷平时对你的好处 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替谁说话 快你还是苦孩子出身 我前两天怎么跟你说的 你都忘了 那也是得你好呀 要是捞这么下气 对你也不利呀 小瓜阿姨 她要跟你说什么了 说是说了 不然敢告诉你 小瓜阿姨 你也饿了吧 来 吃一个冰激凌 快告诉我 爷爷下一步 准备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我饿 我饿 我敢吃了一个鸡脖子 两个鸡齿包 我说的呢 吃了别人嘴短 小瓜阿姨 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等到我胜利了 鸡脖子算什么 大虾都要用玻璃搓 那就是怕 等不了那天咯 你还不冷吗 等不着大虾 也会等着小虾的 你不相信我能胜利 那相信 最后的胜利 一定是属于你的 你都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你爷爷替你打那么多岁 他呀 肯定死在你牵头 你怎么不怕我爷爷好啊 我爷爷才不会死呢 我妈的爷爷都没死呢 哪就轮到我爷爷了 那你干嘛还这么气他呀 我哪气他呢 我的一方面是为了我的自由 另一方面是为了我爷爷的健康 你还不快跟我共同战斗 咱俩省份不通 你好比小姐 安侯比雅幻 你犯了错误 撒个脚就过去了 那要是惹了这么大的事 还不被你脚洗出门外呀 愁愁 苦大才应该重生呢 快告诉我 爷爷他又想什么坏补业 爷爷 现在正在起草一份电报告 说要给你大年码发一封假期电报 说你不听话 不复官 每天弯上弯到十一二点 白天水拦叫 每天拿零食当饭吃 真是恶人先告状 差不多到时尚求是 小官 也帮我给我爸我妈发一封电报 就是我爷爷嫌的一天到晚 胡吃闷睡 他们再不回来 我管不了他了 再这么下去 他有生命危险 大哥打钱 好容易出去散散行 要是收到梁峰这样的电报 还不急死呀 哎呦我也想要发电报了 他我不发我也不发 好 进来 爷爷 你好点了吗 哎 吃的太多 又没怎么活动 还觉得啊 这个浑身不得劲 爷爷 你要吃啥赶紧你坐去 什么我也不想吃 实在要想做呀 就给我熬点大米粥 弄点咸菜算了 总 哎 爷爷 你电报写好了吗 来把你发出去 电报啊 电报先放在那儿吧 主要是怕他们着急 再说 也显得我不会教育孩子 哎 媛媛 放学还没回来吧 早回来了 他说天天在外头弯 也没啥意思 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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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只换 这叫做迷途知返 是没有在那儿看电视吃零食呢 没有 他说这些他都弯腻了 回来就做功课呢 哦 这还差不多啊 这个看来经过反思 觉悟还是有所提高嘛 哈哈哈 爷爷 你忙着 娘给你做饭去 不忙 不忙 哦 一个人躺了一天 怪闷得慌的 那个 你再跟我说说远远的情况 哈哈哈 爷爷呀 你自己问他不行吗 我问他 哦 他刚才还问起你 他叫妈来看你呢 哦 他还打听我 哎 你就告诉他 啊 说我 你就让他给气死了 哈哈哈 爷爷 您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了 我来把他给您叫来去 啊 啊 不用 不用 啊 我自己去 啊 这个孩子真是的 嘿嘿嘿 嘿嘿 我看看他 到底在干什么 嘿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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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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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也看你 来嘞 哦 爹也来嘞 爹叹 爹也 我应该去看您 您就别来看我啊 你现在知道 我是为您好了吧 吃那么些油腻的东西,能不生病吗? 胡说,我都是那天帮你吃那么多零食才吃病的。 现在你知道吃零食的害处了吗? 你要到现在还不成错,那就没信了。 我也知道,你是心里认错,嘴上不好意思说。 不说就不说吧。 小贵啊,明天早晨,我准备上公园去锻炼锻炼。 小贵,你要是想跟我去,你就去。 小贵阿姨,明儿我要走起,你要醒的早叫我一声。 那怎么懂?你那现在算是讲和了? 小贵,你这都不懂,我这就是教育圆圆的方法。 他这次算接受教育了,杀我的大王。 小贵,这你都看不出来。 一开始我就给我演下一套。 这罗姨他算上了我的套了,中了我的技了。 我来看起来。 我来看起来。 我看起来个小贵,我来看起来。 我来看起来,您是为了一些小贵。 她要不要习惯。 小贵 爸 小贵 爸 袁玥呢 这 会不会离家出走啊 要不要报案呢 对对对 咱先分析分析 小贵倒有可能的 爸跟袁玥呢 袁玥 爸 袁玥 爸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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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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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看看袁玥 起得很早吗 早早 看爷爷 锻炼得不错吧 不错不错 爸 您看我们回来的时候 走得太急 和平的爷爷 给您带的腊肉 也忘了拿了 真是 不用不用 我现在光吃青菜豆腐 你说妈也没给你 带什么好吃的 你看 不要不要 我已经不吃零食了 怎么样 没有想到吧 哎呦没想到 没想到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谢谢